近期食安风暴是一起又一起 加上正值诺罗还有肠病毒的耗发季节 为了确保校园的食安 新北市教育局是寄出了新的规定 餐饮相关人员一旦有疑似诺罗 或者是肠病毒的情况之后 要等到这个症状解除 至少得要有48小时之后 才能再回到餐厨的环境来工作 就是为了要确保校园的食安 加强校园食材卫生把关 新北市教育局强调 校园食安首先应该做好 个人健康自主管理 如果有腹泻等不适的症状出现 应该要尽速就医 而各学校落实每天各项餐食自主查核 并且还要按照时间 回报新北市食安智慧监控中心 新北市是率全国之先 能够成立全国第一个校园 食品安全监测中心 校园食安的监测中心 所以我们希望说 透过有系统的来控管 整个校园的食品安全 那当然第一个 其实最近就是很多肠胃型 或是懦罗病毒 最重要的就是 个人的一个卫生习惯的 自主健康管理最重要 这个是第一步 我们每一个人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生病不上学 然后也不把病毒传染给同学 另外自立午餐学校 还有团善制作业者 在制作餐食时 各项食材应该要确实的溯源验收 确保新鲜还有效期 掌握先进先出为原则 确保营养午餐品质符合安全 每一天相关的我们的采样跟流样 而且送检我们就是把相关的一个食品 只要制作完成 我们都会流样 而且会在由我们的全新北的校园食品 监控中心 食安的监控中心来做检测 如果说后续的追踪 透过这样的一个流样的方式 是可以追踪到源头 面对气温变化大 餐食卫生保存应该更加严格谨慎 除了依照食品卫生管理法 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现在又加上新北市自立午餐的作业规定 务必要让校园食安零风险